五 一 一蘭褲 事實上你講一蘭褲也是活什麼意思啊 就是說這個基礎為什麼容易來燒 另外一個基礎為什麼不容易來燒 是它本質的問題 這本質就是它的活性 對氧的活性 我們講說它對氧的活性很強 然後它很容易跟氧反應 這個東西我會講的活性很差 然後弱會跟氧反應 所以覺得是這樣 金子是不是很好的 活性很強的東西 金不是 銀是不是 銀是 銀也不是 鐵是不是 是 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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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挖在中間中它還掉了一點點水 它就可以在氧反應了 鐵是 然後鋁是不是 鋁 不是吧 鋁也是 你看它燃燒 那個裡面是鋁免核心的成分 所以它在空氣中 它也掉到一個塔便燒掉了 剛才燒鐵的時候 剛才燒鐵的時候 它有的落在那火焰的上面的時候 它都還不會燒起來 會慢慢燒對不對 它比較難道比較慢 所以銀克林怎麼值錢 銀也值錢啊 它比金稍微值錢 銀也值錢 可是感覺好像銀比較弱 它比銀可以硬嗎 銀什麼 銀可以硬嗎 銀也不會算太硬啊 對 它也可能是這種凹的 銀也可以好 這個東西 停 這個東西 我們講硬不硬都是這種相對質 可不可以凹 我把金子給放 做得很細的 銀還可以凹啊 沒有 它可以像金子那樣子 奪粗的時候不能這樣子 奪粗 奪粗 三周還要再多長 對啊 奪粗 金子這樣出也可能不容易凹啊 可是金子去咬一口 金子去咬一口就好像會有硬 對啊 可是不是硬的啊 金啊 金咬一口 純銀也會 所以以前都會這樣說 我這個銀硬到底真是假的 你看電視鏡在咬一下 銀也可以咬 那我好像不就 像是人的口 有可能嗎 有可能 OK 好 所以我們知道說 這些不同的東西 金屬它跟養的蠻有強的部分 所以它就是活性 那假設我們來想像一下 想像一個事情 好 這個畫圓白銀要做什麼 你看這個畫圓白銀是 你看到什麼 就交換 假設這個白銀會進行嗎 為什麼會交換 我看一眼過來 你B的活性比A大了 剛剛 秉原說B的活性比A大對不對 算吧 為什麼 因為我來看 邀山學 他把癢搶過來了 他把A的癢搶過來了 表示假設在癢有限的情況之下 他比A更想要癢 他比A更想要把癢合到 所以這意思是說 B比A的活性強 跟癢反應的能力強一點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分別 假設我們現在有一堆基礎 6個鐘 Li 那 P M 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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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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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做比較 我想比較說 誰的活性比較強 我怎麼做 都拿到魂魚燒 燒都燒得起來 那就是只要給他一定的氧氣 他就只會有一個燒 所以給他灌氣 再講一遍 只要有一定的氧氣 那應該就只會有一個燒的起來 所以你意思是說 這些東西全部放在一起 對 可是大家都燒 看哪個會先燒起來 那氧氣是有限的 對 氧氣有限 好 點火燒 所以他把這杯子裡面的氧氣 拿來反應了 是每個都會反應呢 還是只有一部分反應 應該是叫一部分反應 因為 氧氣叫做不夠 一點點氧氣而已 是每個都會反應呢 還是只有一格會反應 應該是只有一個吧 應該是一個吧 一個是最強的一個反應 對不對 OK 這是一個方法沒有錯 但是我通常在做方式會這樣子 比較像是我現在所寫的東西 我把一個氧化物 跟另外一個圓處放在一起燒 這時候你可以想像一下 譬如我這樣做好 這塞子塞起來 我在裡面放了呢 銹 鐵銹 鐵銹是鐵跟氧的反應 氧化鐵對不對 我再放上一些碳 我以前講的是時尚的反應 我們從自然被取到的鐵礦 都是鐵銹 我們取到鐵礦沒有純鐵 它是氧化鐵 然後把一些碳放進去之後呢 我就開始加熱了 我再開始加熱 加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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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後面怎麼樣 你會發現說 這個碳跟鐵礦的氧化碳 變二氧化碳 也不見了 鐵呢 會變什麼 就要變普通了 會變純鐵 鐵會從氧化鐵變成純鐵 真的假的 真的 所以這時候呢 鐵就是被氧化碳 我們寫下來它的反應字 F1 2O 三氧化二鐵 加熱加熱加熱 鐵燒在氧化碳 蛤 鐵會燒回來 鐵會燒回來 鐵會燒到變成 變成什麼 變成液 加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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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李小李 可是假如它已經被輕時到成根 裡面也都是 我這邊寫的都是純的嗎 純的氧化鐵 那還可以變回來 當然可以啊 你現在所有的鐵都從氧化鐵拍的 你現在所用的鐵器 任何鐵器 都是 就是工廠去採礦 採到了氧化鐵 回到他們工廠去提煉 提煉成春鐵 提煉兩次很簡單 好像會蠢吃很多人吃吧 他就把一個三氧化鐵的分子上來提掉 然後是春鐵 這麼簡單嘛 沒辦法 所以他必須把它跟結人反應 他找一個比較容易跟氧反應的 來跟氧反應 他為什麼不用美 為什麼不用美 為什麼 原來那些東西應該會比較沈迴吧 他也會跟氧反應他 也不會啊 他變氧化銘 變氧化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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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他比鐵國銘都強 缺點在哪裡 缺點在二氧化銘就變空氣淘飄了 這個氧化銘還跟鐵混在一起 請問怎麼可能 你把它燒穩了他變氧化銘 跟鐵在一起 請問什麼 我們還是要把鐵分離出來 分離不出來啊 所以 他們檢查之後 就拿碳跟它反應 拿碳跟氧化銘生成 二氧化銘跑掉了 鐵就流下來 所以說我們還有平衡 我們平衡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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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衡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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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為什麼 他就在平衡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以查一下 好 你看這邊幾個氧 只有幾個鐵 兩個 兩個鐵 這邊是要二個 兩份鐵 反應換你還是兩份鐵吧 耳力吧 耳不耳力 耳力吧 這邊幾個碳 幾個碳 幾個碳 誰知道啊 誰知道啊 誰知道 我不是寫這裡嗎 一個 幾個碳 誰知道啊 你要告訴我誰知道啊 就你知道吧 所以這邊一個碳 這邊幾個氧 三個 這邊幾個氧 兩個 兩個平衡不平衡 不平衡 所以有辦法改掉了 改多少 改2分之3 我們先寫 分數沒關係 2分之3 如果有2分之3個 溪溶度的話 我這邊氧就變3 對不對 可是這邊有幾個碳的 2分之3 這邊就不能是一個碳 所以這邊有2分之3 對不對 可是這樣不漂亮 說嗎 充分一下 變2個 好複雜 剩下幾個 四個 來看一下是不是平衡 來 這邊幾個鐵 幾個鐵 幾個鐵 幾個 四個鐵 這個分子裡面有2個鐵 對不對 但是它乘量2 所以它有四個鐵 對不對 有幾個氧 六個氧 這邊有幾個碳 三個 三個 好生成 這邊幾個鐵 四個鐵 OK 這是OK的 這邊 這邊幾個鐵 三個鐵 三個鐵 OK 這邊 幾個氧 六個氧 也OK 這樣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所以這是平衡的 這是平衡的 非常好 2比3 比4 比3 有沒有問題 好 好 假設我們現在 通常 去開放 我取得了 300公斤的 三氧化 2點 3 300公斤 好 我隨便取得了 300公斤 請問一下 我需要多少碳 去把這些鐵翻譯回來 那翻譯完之後 配到多少鐵 開始計算 300公斤就成兩塊 我需要多少 需要多少碳 可以得到多少鐵 鐵的圓質量 還不來嗎 條件夠不夠 我的條件夠不夠 手邊要算什麼 我們已經知道它比例了嘛 2末 就要用3末 看 可以得到4末的鐵 對不對 那我們先講 那個圓質量好了 鐵的圓質量多少 不知道 踩一下咩 鐵的圓質量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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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是16 炭是12 好 圓質量好 圓質圓質量了 所以你們就要先穿分子量 欸你們都沒在裝什麼意思 這分子量可以算出來嗎 分子量算出來之後 你可以算出來 300公斤是哪一級末嗎 對啊 可不可以 可以 那它需要的末數比是2比3嘛 所以假設這邊算多少是1000末 嗯 我這邊會需要多少幾末的炭 嗯 155 沒有錯非常好 所以你只要先穿這層末數就好啦 對不對 可以算嗎 300可以去 300可以馬上課啊 一課就是一末 所以我們知道 我們現在回到最早的複習了齁 假設末數不提 H2O 提 看這裡 H2O分子量多少 分子量 你說H而已嗎 H2O 3吧 3怎麼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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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 這什麼樣 7 9 分子量 應該是2吧 2怎麼來的 H加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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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是什麼 H多少 18 18嘛 18 18 沒有錯嗎 這16啊 這是1 2個嘛 4沒18 對不對 你要說1是什麼 7的月子量 16什麼 2的月子量 張宗你聽懂嗎 哦 知道了 那我問一下 NNNC螺分子量多少 12嗎 18 那一個那一個 2個 38 怎麼來的 沒有錯 告訴我怎麼算 不用告訴我結果 因為你現在是寫在那上面 不要告訴我 上天天那是回想的 NNNN的 納的二五三 納的什麼 分子量 納的分子量 納的原子量跟誰 跟CL CL的原子量發亮 原料相加就它的分子量 這個原子量多少 五嗎 三兩二二 三兩二二 混血 混血黑板上 這一定要拿紫算 你的作業的另外一邊是空白 可以另外一邊當你的筆記來抄 你要習慣把相關中寫在你的筆 的作業上 你回去複習的時候 不要容易複習 先弄 有了 把你的作業拿來洗 不要放在發單 趙周聽見沒有 趕快趕快趕快 不用查表我已經慢洗出來不用查表了 謝謝